幸福,永远是从孝顺父母开始的,有的人一生顺利,无限洒脱,有的人一生坎坷,崎岖不平,生活中,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和挫折,有的人,能够迅速化解,有的人,却怎么也跨不过那个坎。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,几年前,我听了一堂课,老师的一句人生一切不顺,皆因不孝,让我顿悟了许多,原来孝敬父母才是人生最大的成功,于是,我就拿身边的一些朋友做了验证,崩说,还真是,孝敬父母的人,他们的生活基本上都是一帆崩盛的,而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人,他们的生活仅是一团糟糕。 那到底该如何孝敬父母?今天和大家分享孝敬父母的四层境界。 01第一层境界,孝敬父母之身,身,是身体,简单来说就是让父母能够吃得饱,穿得暖,住得舒服,父母从小把我们拉扯大,供养我们上学读书,他们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,不要像他们一样辛苦, 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富足,幸福快乐,我们参加工作了,能挣钱了,就要回馈他们。 我有很多朋友都是父母不习惯来城市居住,还住在农村,这些朋友们都是隔三差五的回农村老家,给父母买些吃饭,买些衣服,回老家陪父母说说话,吃吃饭。 这些就是对父母最基本的孝敬。 2012年,我带父亲去洗澡,父亲坐在洗浴中心的床上说,这床真软和。 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我,把父亲送回老家后,我特意看了他们的床,那是一个十分简陋的四个木腿的床,上面有几个木板铺着,他们就这样坚持使用了四十年。 母亲说,我就是在这张床上出生的,反省途中,我就决定要给父母换一张洗梦丝床,让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上好床。 后来一想,换了床和屋子不搭配,就干脆直接把父母住的屋子装修一下吧。 就这样,我找人重新粉刷墙壁,把原来的小窗敲掉,换成了大的玻璃窗,换了电视,换了柜子,铺了木地板,安置了沙发。 最重要的还给二老选的一款特别适合他们的床,父母的房屋被装修得像心房一样,他们很高兴。 我想,这些应该就是孝敬父母的第一层境界,孝敬父母之身,保障父母的衣食住行。 每年带父母做一次体检,教父母一些养生之道,帮父母洗脚尖之家,都是孝敬父母之身。 第二第二层境界,孝敬父母之心,心,是放心,是安心,是欣慰,是欣喜。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,都要让他们放心,让他们安心,不能再让他们为我们操心,要让他们依我们温柔,依我们为傲。 同学M,这些年都快把父母记气疯了。 结婚后,M赌博,房子被抵押,老婆和孩子现在租房住。 去年,要让的人拿着M打的线条和抵押手续,把老两口从他们的房子里撵了出去,老两口提起这是马眼泪。 你说,这样的孩子,能让父母放心吗? 这就是大不孝啊。 朋友嘴,家在农村,这些年一个人在城里打拼,是我们圈子里的佼佼者,更是他父母眼中的骄傲。 这家伙,特别孝顺,对待朋友忠厚诚恳,真是他身上的优良品质,让很多人愿意跟他合作。 现在他的项目涉及好几个领域,一个从零开始的孩子。 通过十几年的努力,他的资产已经接近千万,在新阳卖房的时候,在东小区给父母买了一楼带花园的房子。 偶尔,他带我们去他父母来吃饭,几个小菜,一碗手工面,妈妈的饭菜味道,极美。 费的父母总是马脸幸福地给我们讲他们家的故事。 当年有多穷,最有多争气,多孝顺,对朋友有多识穷,这样的孩子,父母怎能不为之骄傲和自豪。 我想,这就应该是孝敬父母的第二层境界,孝敬父母之心。 兄长和睦,给父母庆祝生日,常和父母谈心,重要节假日陪伴他们,甚至是帮单身父母找一个老伴,都是孝敬父母之心。 03第三层境界,孝敬父母之愿,愿,是心愿,苏愿的意思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,也都会有一些自己当年未能完成的小遗憾。 我们有,我们的父母也有,可是,他们为了帮助我们完成心愿,几乎倾其所有,早把自己的心愿深深的埋藏了起来。 如果有一天,我们能够让自己的父母吃好穿好,还能身心愉悦了,那么我们能否问一下自己的父母,看他们还有哪些当年不曾实现的心愿,我们帮他们一起去完成。 K是我的好友,成功人士,也是一个孝子。 K的父亲说,自己七十年代在西安当兵,这一晃四十年过去了,也不知道当年一起战斗过的老班长,老战友都在干嘛呢? 如果有机会,很想去见见他们,就这样,看驾车带着自己年近七十的父母一起上路了。 他们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,走遍了西北地区,从南洋到西安,从宝季到天水,从兰州到盐川,从渝林到太原,见了十三位战友。 每一次和战友见面,他们都像久别的亲人一样紧紧相拥,喜极而泣,甚至是晚上还要住在一起,聊天到深夜。 K说,这一个月,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月,他见证了父母达成心愿的那种感动和幸福。 回来后,K的父亲和这些老战友也建立了群,他们在里面天天聊得不亦乐乎。 父亲对K说,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到这些老战友,已经心满意足了,未来也没有什么遗憾了。 我的父亲曾经有一个愿望,就是能去海边看一看,2013年春节,我一个人带着父母去了海南。 当父亲像小孩子一样兴奋的在大海里游泳的时候,我开心的笑了,我想,这就是孝敬父母的第三层境界。 孝敬父母之愿,哪怕是坐坐飞机,爬爬长城这样的念头。 名次第四层境界,孝敬父母之会。 会,是智慧,是会心,是让父母和这个时代一同进步,同贫共进。 这个时代,每一天,每一分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,我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及时感触到,我们的世界很大,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。 他们的手机也许还是只能拨打电话的老年机。 他们有的人还在农村,真的不能感受到科技的强大。 世界的思维和思想每时每刻,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。 老一辈的思想,也许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。 这就是要我们来耐心的教我们的父母,让他们和我们一起进步。 比如使用智能手机,阿庄,流浪新闻,小赞戏曲,带父母看3D电影,这些都是增加父母智慧的方法。 我的母亲是一个特别绝交的人,而我有时候实在是不够耐心。 很多次,我说要叫她学习使用,她嫌麻烦,就找借口,我呢,耐不住性子,就不管她。 当她看到她的孙男弟女都在一个群里热闹的时候,着急了,后来还是媳妇叫她学会了,她现在也能使用和我们互动了。 这第四层境界,孝敬父母之会,我承认我做得不好。 领悟感恩父母生养了我们,他们含辛茹苦,把我们抚养成人。 今天,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,有了工作,有能力,养活自己了。 但千万不要忘记,了我们身后的父母。 他们的生活,他们的精神,他们的心愿,他们的智慧也需要我们再去帮补一下。 下是父母为孝,孝敬父母的四层境界,你在哪一层? 比如孝字,你会发现,老子下面是一个子,寓意为孩子背着老人就是孝,有时候,不是我们不孝,而是我们不懂得如何去孝敬父母。 孟子说,为孝顺父母,可以解忧,有爱才有家,有孝才有顺,孝门一开,百夫皆来,一个孝自平天下,一个孝自全家安,一个有孝心的人自然有感恩心,奋斗心,自然能改造子孙贤德。 家到昌盛,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,你会发现,你的人生出奇的一帆风顺。 李泽诗说,存心不好,风水无益,父母不敬,奉神无益,一个不懂得感恩,一个对父母不孝的人,怎么会对朋友真诚,怎么会心旺发达,怎么会顺利? 父母就是我们的活菩萨,对父母不孝就是对菩萨不敬,早晚会有报应,父母为生命之根,子女为生命之序,孝敬父母天经地义,也是自然规律。 感恩父母才有孝,遵守天罗才有顺,百善孝为先,孝敬父母,才能财富丰足,儿女顺畅,家族相合昌盛,幸福,永远是从孝敬父母开始的。 不要只感叹树欲敬而风不直,子欲养而亲不大,却把孝敬这件事搁浅,愿我们的父母都健康成寿,开心快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